每間中心都有一個靈魂人物 一個人將會獨自負責整間中心的大小事務 而我們千年空間的靈魂人物就是賢仔 然而今天我們多了一個小助手 他就是蕭子豪 這個就是子豪今日的任務 每次都是忌憑的 所以會否要蕭子豪 可以鑽一下 再鑽一下 起來也很動手 在鑽一下子豪 很棒 這樣會不容易 黑鑽一下子豪 這樣會不明顯 不明顯 如果我們牠們不明顯 這麼快遇到問題 大家千萬不要看小煲水這個環節 水是生命之源 這個水最後將會供應給整間中心的職員飲用 所以也不能忽視 攪拌完一輪終於可以拿去職員室 好了 煲完水 接下來就是拖地 別以為拖完大堂就輕鬆了 還要整理中心的每一間房 對 如果很髒的話 放下 把椅子抹掉 把椅子抹掉 你拿去幫我 把椅子抹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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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很累呢 還有查理班的碗要洗呀 嘩 子豪 不用一邊洗一邊眼濕濕 我原來今天煮洋蔥 我經過了今天之後 我起碼學會了怎樣掃地和煲水 因為平時在家裡 也有工人姐幫我做這些事 我還學會了怎樣體諒其他人 因為清潔這個行業真的很辛苦 但當我一聽到 別人跟我說一聲 麻煩之後 我就覺得無論多辛苦 也有很多是值得的 我多謝賢姐她很有耐性地 教我處理中心的大小義母 我會學會尊重這個工作 和行業 我會學會尊重這個工作 學會尊重這個工作 分別人 每個幫忙都不上這條路